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这样高油和酒精的食物 经过专家的研究认为 并不是真正能够让我们快乐的食物 反而会增加我们身心的负担 那什么是真正能够抒压 让我们真的很快乐的食物呢 今天我们请到了 四位不同领域的专家 要向您揭晓他们心目中的答案 你想要更健康的话 就别走开哟 赶快介绍来到现场来宾第一位是 自然医学博士陈均旭 陈老师 董事基金会营养组主任 许慧玉 许主任 中华全人健康促进协会理事长 刘湘琦 刘老师 日式料理达人郭宗坤 我们今天要探讨一个 大家非常关心的题目 叫哪些食物吃了会健康 因为现代人真的压力很重 非常的忧郁 忧郁症的人越来越多 那什么食物吃了会疏压 吃对食物也会快乐吗 当然 吃对了不但健康 而且会快乐 快乐食物第一名 常常就是糙米就被提到 还有就是其他的顴骨类 顴脉 那现在就要请大家来揭晓一下 为什么大家认为顴骨类 是会让人快乐的食物 还有你心目中哪些顴骨类 是你喜欢的 好不好 跟我们分享一下 陈均嬉 陈博士 为什么你觉得全骨类会让人快乐 在全骨类里面 以小麦最能够让大部分人快乐 是吗 小麦不是过敏也越最多 对 小麦里面它有一些 它其实是那个麦芙里面 有些蛋白 吃下去以后呢 它在大脑里面 还会跟那个 跟那个马啡的接受器结合 是啊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吃小麦 有类似马啡的效果 你另外选的就是原始的骨类 对 营养师 你为什么认为这个快乐食物 是全骨类 我想 我选的是草米和小米 因为草米是平常都会吃到的 很容易吃到的 那改吃这个草米是非常容易的 那小米的话 其实我到学校去做访试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 它把小米入饭 就每一个人都认为 他不知道是小米 都认为是蛋炒饭 吃光光 它的效果非常好 就你的口感 色泽都让你很漂亮 对 那全骨的好处除了我们早期 就是我们认质的维生素矿物质 比较多之外 其实我们的这个水溶性纤维 还有它的纤维是相对高的 那有纤维它的植化素 这植化素是最新发 就是新发现的 它非营养素 可是它有很好的效果 可是很多人你知道吗 他会知道蔬菜呀水果有植化素 他就会说草米也有植化素吗 它有豆制品和那个蔬果的好处 它分别都有 那其实那可是蔬果并没有豆制品的好处 那豆制品也没有蔬果的好处 比如说磁性激素 那所以说回到说这个植化素 就是我们新发现的很多的 还在发现当中 那它可以像一个金钟罩保护我们 对 原因是癌症啊 还有慢性这些症候群 抗氧化让我们不会老对不对 对 所以感知颧骨是好的 湘齐老师 对呀 你为什么认为颧骨类是快乐食物 因为颧骨类它是一个很完整的食物 那它里面除了有很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 还有这个纤维之外呢 还有像植化物 还有就是它有很丰富的糖类 就是碳植化合物 还有尤其是像强化神经系统所需要的 像维他命B群 这是在这个颧骨类里面 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其实他们就说这个B群呢 会让我们有活力 对 会让我们代谢好 然后B6呢 还有跟那个色胺酸 尤其也是跟我们愉快有关的 对 其实它就是一个快乐的这个维生素 是 对 那像我选糙米跟燕麦 当然其实我骨类 颧骨类我吃很多种 包括藜麦 荞麦 小米 可是我真正最主要的两个主角 其实就是糙米跟燕麦 那糙米其实它的营养 非常丰富之外 它其实里面也有蛮丰富的蛋白质 对 而且它不像小 它的蛋白质比绿叶还不错 蛮不错的 另外在燕麦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知道燕麦 它的水溶性的纤维非常丰富 所以它在我们的肠道里面 它其实可以帮我们调节 我们的胆固醇 包括它可以让 好胆固醇的量提升 然后坏胆固醇可以跟它结合 就是把它带出去 对 跟着这个糞便 新陈代谢 对 所以其实也有瘦身的效果 所以像早餐我经常就是 一碗燕麦粥 其他两餐就是以糙米为主 然后再加搭配一些 其他的一些骨类跟豆类 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让你快乐 最主要是符不符合 你自己身体的需求 有时候是如果说你身体 不需要这样的食物的时候 你多吃也是没有很大的作用 大厨之后还是平均的饮食 另外就像核桃的话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能够补充 我们体力跟智力 这很棒的一个食材 对 那这里呢我们刚刚 陈运旭 陈博士 你提到一个什么叫原始骨类 你要不要跟大家谈谈 什么叫原始骨类 大家知道这个小麦 现在吃的小麦跟古老小麦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怎么说 古老的小麦它有14对染色体 现在的小麦有42对染色体 多了三倍啊 就是说我们人类 最近100年来 我们的科技的进步 导致我们很多的食物一直在改良 像你有沒有发现 台湾的水果越来越甜 是 越来越不酸 这也是其中一个改良的结果 而且我们的稻米 现在那个种也很多啊 对 那小麦这个品种 目前大家吃的这个品种 基本上如果大家自己放生 就是也放的话 它几乎没办法自己活 你就是说现在的小麦品种 因为现在一直改良 经过不断的改良以后 让它那个叫什么 小麦要大磕 然后它要矮一点 所以它容易能够采收 比较有经济效益 口感要好 那这样的结果呢 其实它有很多一些 很多的问题产生 刚刚说过它会有这个 失去了它原始的生命力 对 然后吃下去的话 非常容易过敏 非常容易有血糖不紊的问题 所以我是呼吁 大家要开始吃原始的骨类 那哪些是原始骨类 对 糙米应该算原始骨类吧 算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 尽量尝试一些冒险性的 去尝试一些新的食物 OK 例如说我这边列举了一些 例如说有什么 藜麦 藜麦 最近藜麦很红 我们节目上次也讨论过 台湾也有藜麦 对 台湾也有 然后原住民的品种是红色的 红色的 藜麦口感好 而且它的蛋白质含量也蛮 非常的高 就是吃藜麦的话 你也得到足够的你有主食 就是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对 都有 那当然我这边有个小扁豆 小扁豆严格来说 它不算五穀啦 它是算豆 但是我不是从营养学来看这个 我是从这个... 就我们吃的饭里面 有时候大家会把它扁豆加进去 我是从一般人可以理解 就是说你吃那个小种子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有很高单位的 营养成分在里面 你想想看 一棵植物要把它的精华 浓缩在一个种子里面 去繁衍下一代 蛋白质啊 脂肪啊 或者各式各样的植物生化素 都在里面 它要非常均衡 对 要均衡 完整 就是小扁豆这个东西 在中东那边 它们只要横跨沙漠 只要一袋的小扁豆 跟一壶水 跟一只骆驼 就可以啦 那它小扁豆怎么吃呢 就煮啊 就是用那个水 煮熟了 所以也就是说 小扁豆里面的脂肪 蛋白质 跟泰学化合物是很均衡的 你不用吃额外的东西 当然这是在对于 那横跨沙漠的人 在所有的谷类里面 他们说小米是碱性的 其他就比较偏酸性 对 然后小米真的口感很好 对 小米一定是全国的 像很多的血糖不稳定的人 我们会鼓励他吃蕎麦 因为它里面有一种芸香素 它其实就是可以去 稳定血糖浓度的 对 日本人最喜欢蕎麦面 为什么 第一个就是他们觉得 那样子非常好消化 另外它很容易饱足 然后料理起来又方便 还有另外这个献菜籽 献菜籽 对 献菜籽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常吃 可是台湾好像很少人在卖 有 我有买过 听说它的钙非常高 对 那献菜籽加在饭里面 它吃起来特别有一个感觉 我不晓得怎么去形容 这种很原始的谷类 其实它加在饭里面 它会让整个饭非常有风味 而且营养素会增加很多 你让我想到非洲小米 就是Couscous 我特别喜欢吃Couscous 我觉得你刚刚讲 它就是会特别增加那个饭的风味 对 还加一些口感 然后红高粱 对 高粱当然有人把它做久了 做成那个高粱久 但是其实高粱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种原始的谷物 对 台湾也生产 对 好 那问题就来了 大家都不太喜欢吃全谷类 所以怎么样 你怎么样让家人吃到全谷类 要不要告诉我们你的方法 我的方法 就把它通通煮到饭里面 我是觉得说主食改吃糙米 一天大概50克就有预防的效果 所以不难 所有的有色米 有色的都是全谷 其实蛮容易分别的 糙米跟白米的煮法 有点稍微不太一样 我们白米都是煮完以后再翻 可是糙米要先翻再焖 这个乳酪要掌握住 就会变好吃 就会好吃 我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用蒸 另外一种是用泡 泡的话 我是用牛奶下去泡这些谷类 讲究 用牛奶 太浪费了吧 泡完之后 它吸收牛奶的香气 只有下去蒸 味道会完全不一样 就用牛奶取代水 取代水 因为牛奶第一个养分 第二个多一层味道 那产生乳熟 因为其实乳熟这种东西 它会在那个料理上面很好做 做出来的饭非常绵密 那有时候 我不一定把它当作是饭 当作是糕点 像萝卜糕这样子 稍微煎一下也非常好吃 所以我是怎么样 让我家人吃到这个全谷类呢 就是这个是全麦的面皮 在市面上 不是很容易买到 但是有的地方可以买到 这样全麦的面皮 然后再加上海苔 那我就是把它卷成这样 然后把蔬果放在里面 就把它夹成一个海苔卷 那像 看起来很像日式料理的海苔 对不对 可是里面就包了面皮 让小孩子比较不会感觉到 而且吃下去的时候 也非常好吃 然后里面又夹了 对 这个非常简单 我们教小朋友做 小朋友都很开心 然后发现非常好吃 原来他看到这些芽菜 就觉得好恐怖 可是卷起来以后 试吃一下觉得非常好吃 尤其他自己动手做的 好像是在游戏 对 他就觉得游戏 然后他就觉得说 原来这些蔬菜这么好吃 从此以后就改善了 他对蔬菜的概念 来品尝一下 所以我在家里有的时候 早餐就这样子让孩子们吃 喝一个豆浆吃一个这样的卷 就是也有很饱足感 然后所有的营养都有了 这很棒 而且这让我想起 如果有时候可以加一点点的味噌 在芝麻里面 可以搭味道又更有趣 加一点味噌 所以更有倡议 一点点味噌 我只是想说要加坚果 杏仁片啊 效果可以很好 也可以又增加一点脆感 就小孩子放学回家 你就卷一个这样子 给他当点心 我觉得很辛苦 他自己卷也OK 他自己就让他自己卷 对 OK啊 让他洗个手啊 自己卷 对 好 那待会呢 我们还有更多快乐的食物 要揭晓对不对 待会马上回来 除了颧骨类以外 还有哪些是 吃了让我们快乐的食物呢 我们赶快来揭晓 这个蔬菜 其实跟颧骨一样 它有这个维生素 这个矿物质 还有丰富的植化素之外 那它的水溶性纤维也是高的 粗纤维 就是纤维也是高的 然后相对它热量低 所以只有蔬菜是叫多吃 颧骨可不能多吃啊 颧骨还是有份量 但是蔬菜是可以多吃 吃多了也不会对你身体的伤害 比如蔬果 食蔬果 甚至十二分蔬果以上都好 我喜欢吃食字花科的 像芥兰菜 绿色花椰菜 刚刚那个影响师说的没有错 这个绿色蔬菜是没有限量的 你吃越多越好 那我发现我吃到每一盘的时候 我整个人就很健康 好像有点百毒不清 也不会感冒 而且精神很好 我觉得整个体味啊 或者是口气啊 各方面 整个人都觉得不一样很好 那回台湾以后我发现 台湾的空心菜很好种 当然空心菜在国外的研究不多 因为它是一个东方的一个蔬菜 那我发现呢 其实它又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脚感 一个脆感 我尊敬在种空心菜 我也很喜欢 你呢 我都吃 可是我特别会选择这个瓜蕾 尤其南瓜 为什么 因为要瓜蕾 因为洗菜很麻烦 这种洗菜非常辛苦的 所以我在家里洗菜很困难的同时 我在想外面怎么洗菜的 所以我就会比较选择瓜蕾 尤其在外食的时候 那特别找南瓜的原因是因为 南瓜其实有小扁豆的效果 就是它什么营养素都有了 其实蔬菜真的是营养的大宝库 如果以绿色蔬菜来讲 我自己最爱的两个 一个是A菜 一个是菠菜 为什么 因为A菜它有一个很特殊的一种风味 对 我很爱它那个风味 菠菜要吃的话 我们就是用汆烫 因为它会有比较多的这个 甲梨子 对 然后我们就是用拌的 拌的时候上面加一点点芝麻粒 其实就很香 对 日本料里面的那个菠菜 对不对 对 菠菜就很好吃 冷的菠菜会非常 稍微烫一下之后 放到冰水里 那绿干之后 加点简单的柴鱼酱油 然后上面再撒点柴鱼 细丝就非常好吃 菠菜要澄清一下 过去认为说铁含量很高 可是事实上它的原始这条裤 物质 物质大概有三十倍左右 所以它的铁没那么高 但它还是 钙质很高 但它还是很好的食物 对 钙质也很高 还有就是维他命K 维他命K 对 我们的一个 我们宁血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素 所以菠菜也是好食物 来 我们的小过士 有什么东西 紫树叶跟过猫 这两个也是我很爱的 紫树叶的话 我觉得它是一个 在饭前饭后吃 都非常有趣的一个食材 那饭前的话 有时候我紫树叶会加的梅肉 剁碎之后拌饭吃 那非常 是生的 生的紫树叶 如果说饭后吃的话 我的建议啊 我自己也会做 用火龙果跟它打成冰沙 然后会非常好吃 它跟火龙果非常much 真的 绿色还是紫色 绿色的 绿色的 我喜欢把那个紫树叶 跟那个切碎了以后 跟蛋一起炒 非常好吃 对 紫树炒蛋 那另外呢 在过猫的话 这个其实过猫的话 在台湾我们叫一吃一种蕨菜 那只是用水汆烫煮 是不对的 我的话是用洗米水 用洗米水啊 对 洗米下来的水 然后煮滚 去掉它的色味之外 还有增添微微的米香 然后又可以去除多余的脏东西 是 对 那烫起来之后 一样也要放在冰水里面 你是用洗米水去烫 还是用洗米水下去烫 烫 对 所以把洗米水煮滚了 煮滚了 然后把过猫放下去烫 那是整株呢 还是要切一下 我们要先切掉后半半部分 那再下去煮之前 要经过一道浸泡水的时间 前面浸泡水的时间 尽量在十分钟左右 这样会稍微把脏东西带起来 十到十五分钟 我们通常流动的水 对 流动的水 差不多十五分钟 那再下去煮 放到那个洗米水里面去煮 这是我第一次听过 那洗米水煮的时间是 就是微微滚的时候把火关掉 泡一下 不要一直滚它 然后泡的话 就泡一分钟就可以了 起来就放到冰水里 所以它只要泡 是用泡熟的 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加热过度 它会整个缩掉 就可惜了 这个我要回去学一学 我家里正好有过猫 我今天就来试试看 而且过猫的那个 它的黏液有没有 很枯萎 对 那个是在日本料理的话 是一个夏天 因为现在是当季开始的食材 那上次我们不是有那个梨麦吗 通常我上次回去做的时候 就是烫好了过猫 拌一点梨麦 真的 然后上面再切一点虾子 跟干贝拌一拌 就是一道很棒的小菜 香气你要带一道魔术的这个 蔬菜的食物给你看看 完全不用煮 对 就不会让自己在厨房里面 这个蓬头垢面的 其实我今天准备的食材 我想大家一看到颜色就已经 心情就飘扬起来了 很好 什么颜色都有 对 我刚想说红橙黄绿黑白紙都有 对 确实是 那其实这个很简单 我这里面红色就是番茄 这个是柳橙 现在也盛产 对 然后这是黄金奇异果 我们今天把奇异果也放进来 那这个就是刚才晨姐说到的 洋葱 其实洋葱是非常好的食物 对 硫化物很多 而且对于那个像寄生虫 它抑制寄生虫的效果很好 好 杀菌 我们刚刚说钙是快乐嘛 它钙也不少 对 好 那这个洋葱呢 我建议就是 因为我们都是生吃嘛 洋葱有的会比较辛辣 那所以我建议 其实现在都很容易买到有机的 有机的它辛辣味 其实就不会那么强 然后另外呢 就是我们切丝以后 其实冰镇以后 那个辛辣味也会少一点 切的方向不同也会 这样真的 对 你怎么切 我们举个洋葱 你这样切的时候会比较辛辣 为什么 跟纤维交错 但是你从这样切的时候不辛辣 但是关键点还在于 泡冰水的方式 不用一直冲水 就准备一个冰水 切好洋葱丢进去 是 30秒捞起来搞定 30秒就可以了 对 因为温差的关系 可以把他将那个甜分封住在里面 水分也不用溢出 切洋葱真的会流泪 我这次发现我也是重切 还是流泪 不流泪有秘密 把他将洋葱 稍微温温的 在我们锅子还微热的状态下 拿个碗放在里面 让他待在那个锅子里面 待一个三分钟 出来 有点微温的状态下 切就不会流泪了 真的 好 谢谢你 做个三温暖 对 但是不能过热 就是很热很热不睡 是温温的状态下 余温 那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简单 也算是一个懒人菜 那我们就是把这些所有 这些切好的像番茄 你可以再把它切细一点也可以 所以就是蔬果入菜 在夏天特别开胃 我看着就觉得已经好吃了 酸酸甜甜的 这样子就非常美 颜色很漂亮 颜色非常美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准备这个小黄瓜 小黄瓜 切一点小黄瓜下来 切个细条 你还是要把它切丝 不需要切很细 稍微宽一点的调状 这边提供一个很有趣的 小黄瓜的秘密 小黄瓜 刚买回来很新鲜的状态 用点盐 加它搓过 外表会开始越来越绿色 你知道 搓过一点盐 再洗干净再来切 甜味会原本的两倍以上 五颜六色的 非常漂亮 然后调味 其实我们这次算是一种中式沙拉 好 也是我们所谓的醋制菜 那我这边 OK 就有点像我们的凉拌菜 对 那这就是醋 米醋 米醋 就是很好 或者是苹果醋都很好 那放多少呢 其实我觉得看你的口感 然后我这个是用那个 纯的紫苏梅浆 带点紫苏梅浆 所以有点紫苏的味道 紫苏梅它其实也是很 很开胃的东西 反正紫苏也是会消炎嘛 对 那这也是一个清热 纯的百香果汁 我们可以把它放上来 它就有很多的水果的 这个香味在里面 百香果 也是非常好 它的那个 类黄酮非常非常多 好 我们就把它拌匀 那当然如果要入味的话 可能放个半小时 OK 放个半小时左右 就比较能入味 那我们先请 那个小郭师傅 你今天也带来一道 对不对 你一定要给我们这个 呈现出来给我们的是什么 首先最主要是因为 现在夏季 那我比较建议各位就是 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很难 喝热热的汤 那所以我特别做一道 比较日系的冷汤 冷汤啊 我只有喝过西式冷汤 没有喝过日式冷汤 对 日式冷汤 其实在日本料理来讲 它是属于比较在 关西这边的一个料理 比较特别 那一般来说 它会选择就用昆布的水 和昆布做所谓的汤底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 准备我们的昆布的水 泡开了昆布的水 那昆布的水 最好就是滚过的水嘛 然后前一天晚上 将昆布泡进去之后 泡到隔天 放在冰箱里泡到隔天 然后味道就出来了 OK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准备我们青花菜 因为现在就是想说 今天可以吃一点 深色蔬菜的话 做那个汤底的好吃 青花菜抗癌最好 那我们加一块昆布 好 所以把那个水倒进去 泡过昆布的水 泡过昆布的水 那又加上我们的那个青花菜 那我家完全打匀 就是我要喝的汤汁了 是喔 那你青花菜都烫过了 对 都烫过了 烫熟了 泡熟了 泡在 泡在那个干净的冰水里 就是我们那个饮用水里 那有调味吗 有 这调味最简单 只要用酱油就可以了 清爽为主 要保留一点口感 那一般来说 如果说像我们有一些那种 简单的调味酱油就可以 就不用加加什么其他的调味 盐巴啊 这都不用 一点点就可以了 在碗里面我准备了干贝 好 那干贝的话一般的话就是 你把它烫熟放凉就可以了 对 鲜的干贝还热食 对 新鲜的干贝 可以生死的 那稍微烫一下就好 然后放凉就非常好吃 放凉 看颜色就很美丽 对 而且等一下还会搭配櫻花虾 一起品尝 所以有绿有红 所以没那么素 櫻花虾搭配一点鲑鱼软的话 这个味道很棒 那因为只是一小小杯 就是只是说一般的话 就不是说喝得很大碗 那通常先喝一小小杯 还蛮开胃的 所以等于是一个开胃菜 对 这个樱花虾比较有趣 要烤过吗 买回来的樱花虾是生的 就是新鲜的 那回来之后你把它稍微在 我是在楼顶上晒太亚 晒干之后再下去用 慢慢的煸香 所以等一下吃那个原本的甜味 都会在里面 OK 那用烤是怎么样 烤的话就是在我们的烤箱 在大概120度到130度这边 烤30分钟 烤30分钟 对30分钟 那它香味会那个出来 但是你偏好用煸香的 对 煸香的话 因为有点那个微温的那个效果 再加上在烤的过程 你比较能够看到 每一个瑕疵都可以平均的收温 好 那这时候再加一点少许的硅卵 就很棒 天啊 夹厚 对啊 本来说是不是很素的一样 哇 那变成就米其林料理了耶 那如果我们不用干贝的话 像这一阵子春季嘛 鱼类有很多鱼白 鱼白也可以 鱼白用泡牛奶 泡牛奶蒸过的鱼白 放凉之后放在这里面 也非常棒 哇 泡牛奶 对 然后再去把它蒸熟 分享一下 那等一下会 一天喝着汤吃干贝这样 其实我觉得在家里 只要一点巧思 也可以做出这样子的美味吧 对 品尝一下香齐老师的这个 五彩的鲜酥 我觉得这上面 如果再加几颗那个蜜汁黑豆 就更完美了 对 所以每个颜色都有了 非常好吃 白香果的味道非常入味 白香果跟那个洋葱配起来 有一个特别 非常好吃 一个很微婉的一个特殊的芳香 很棒 芝芝梅肉的饮味非常棒 芝芝梅肉去饮出所有的结合的味道 会让醋不那么单纯 就层次比较丰富 三种酸混合成一个很棒的口感 我觉得 其实要吃快乐的食物 就是像这种蔬菜 生食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因为它所有的酵素都会保留 对 然后就会帮助你消化 所以待会儿呢 我们要告诉你更多的快乐 我们谈过了颧骨类 谈过了深色的蔬菜 那接下来哪一类是快乐食物呢 许音仰师 你觉得哪一类 水果了喔 当然是水果对不对 好 那现在大家就各自写出 心目中快乐的 会让你快乐的水果 要问问我们的那个营养师 什么叫做CP值 为什么你认为这两个水果CP值很高 就是CP值是精进用语啊 我把它换成那个热量 我把那个C是那个消费的意思 然后我们这边改成Curry 就说相对的这个热量 它的营养价值是最高的 很划算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要做这个 就营养密度高 热量低 对 那我们需要控制热量的人 然后摄取这种食物最划算 对 然后这两个刚好是 现在最当季的 当季的 你看番茄现在盛产 那奇异果也是 目前是当季的水果 是 那他们的 对CP值你觉得最高的在哪里 是哪几种营养素 就是相对的营养素都相对的高 那像维生素C啊 维他命A啊 那像那个奇异果 还有一个维他命E也很高 真的 很多水果维他命E 你没有想象 那奇异果是维生素E是非常高的 我很爱吃那个奇异果 那我认为它是维他命C很高 然后我认为它是钙很高 可是我第一次听到它说 维他命E也很高 对 这是我们比较少的 有维他命E吧 因为它有种子 刚才讲的种子 有没有 它是我们是吃种子的 因为它里面有好多的脂 所以维他命E高 对 所以你觉得这样子 是就是一个快乐食物的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其实也有研究 其实我们在过去的研究 你会发现说 比较健康的食物 它的相对的 这个除了身体快乐以外 心理的快乐也是 很重要 对 不是 也相对高的 所以它不是 就是身心健康都有帮忙的 那最近在去年吧 去年底 有些人大学 发表在营养科学有一项研究 就提到说 就分把大学生 因为年轻人现在营养状况 比较不好 就把大学生分成两组 一个吃这个半颗的奇异果 另外一组是吃两颗的奇异果 那就发现说 吃两颗奇异果的这些 这群人呢 这个负面的情绪呢 会下降35% 其实效果还蛮好的 所以真的是 会让身体健康 就会让心理快乐 心理健康 对 那这个负面情绪像 包括哪些呢 像这个疲劳 忧郁 怒气 暴食 暴食 还有失眠 还有压力 失眠 失眠啦 压力啦 还有暴影暴食 是现在很常见的 很常见的 所以它这个会改善我们 这个负面情绪的情况 所以吃对食物 真的会比较快乐 对 像那个忧郁症 是因为血清素的缺乏 你知道血清素的 合成的过程中 需要维他命C 是 我们的肾上腺素合成 也需要维他命C 还有很多荷尔蒙 和身体的运作都需要 当你维他命C不够的时候呢 那就出问题了 你知道我们现代的人 大概平均一天吃 0.07公克的维他命C 这么少喔 那古时候原始人 吃2.3公克 差了好几倍耶 很多倍 很多 所以呢你看我会喜欢 吃那些比较酸的水果 是 因为我们人类 对维他命C的需求量 是非常大的 那你看嘛 我们那些肉类啊 饭啊 基本上煮熟 没有维他命C啦 那蔬菜呢 很多人把它煮熟 也没有了 只剩水果啦 那如果你又不吃很酸的 喜欢吃非常甜的 那就吃不够 维他命C太少了 对 我们一天大概需要60 至少要需要60毫克的维生素C 60毫克 至少 对 他讲是2.3公克 我现在说的是 从人类考古学来看 当然啦 美国的包林博士 他对这个维他命C的剂量 他有两个看法 一个就是说政府建议的剂量 是你要维持生命的剂量 那可是如果你参照原始人 甚至到野生动物的话 他们... 当然野生动物绝大部分 会制造维他命C 他们维他命C的制造量 是非常大的 一只山羊一天制造13到100公克 他也吃草啊 他除了草之外 他还制造13到100公克 就是说他生病的时候 他创伤的时候 他要制造100多 100公克 那我的意思是说 维他命C的需求量 其实因人而异 对 然后我们能够从水果中摄取的话 那是最好的来源 维他命C不够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问题会产生 对 那个维他命C 真的非常有趣 它就是可以维持 红血球的浓度 所以它也会提高免疫力 所以呢 奇异果被选为 是最能够提高免疫力的食物之一 然后还有它可以抗压 它是我们多巴胺 和这个症状上腺素的 重要的成分 所以有研究显示 多吃维他命C的人 他的成绩也会比较好 这个我认同 可是我常常是说 是水果里面的 如果是补充单一的营养素 它其实 因为其实我们水果里面 除了维生素C 就是还有很多的营养素 包括还有很多的制化素 我觉得是相互相成而已 的确是这样 因为现在很多人会去吃维他命 可是已经很多的研究说 单独吃维他命A 单独吃维他命C 或单独吃维他命E 都是不好的 所以食物里面 它有一个综合的作用 所以要吃食物嘛 所以食物是非常好的 那这一点提醒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 你的香蕉木瓜 对啊 这也都是 凤梨酵素很多嘛 很多 因为香蕉本身 就已经被列为快乐食物嘛 所以它里面的B6含量很高 对 可以让我们产生愉悦感 而且我喜欢吃香蕉 还有一个原因 它真的很简单 一剥皮就好了 对 那那个木瓜呢 因为它的蛋白质分解酵素 非常丰富 那其实现在很多人不快乐 其实跟消化不良有关系 因为消化 就营养可能没有好好的吸收 对 就没有办法好好吸收 所以其实木瓜是一个 可以帮助我们得到快乐的 木瓜 凤梨 凤梨也是 奇异果 是三个酵素最多的水果 小郭师傅 你今天要给我们做什么 我们今天是最主要就是用那个 奇异果 那因为夏天嘛 我都是做得很清爽 所以那我就利用 接下来因为清明节过后 就是笋子的季节 那这是绿竹笋 那绿竹笋的话 我先用那个米跟笋子一起煮 白米 然后加一条辣椒一起煮 为什么要 笋子跟什么一起煮 白米 还有辣椒 跟辣椒 为什么 那米只要一小把米就可以了 这样才会去除它的苦涩味 还有在煮的时候 因为米会吸附多余的杂质 有时候我们在笋子上面的杂质 会因为这样米会代谢掉 那为什么加辣椒你知道吗 辣椒它微辣的那个 会去除在我们笋子上面的苦涩之外 还有它笋青的地方 它有时候会有那个 我们讲的叫青酸嘛 这个地方会把它去除掉 有那个粉的地方 对... 吃起来有点苦的地方 对 苦的地方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去除掉 去除掉 那就是这样煮好之后 你自然放凉 不要冲水了 就这样自然放凉 它就非常好吃了 好 那另外我在今天做这个奇异果 其实是它的sauce 奇异果是sauce 你把奇异果当sauce 那其实做奇异果 怎么做sauce 其实很简单 把我们奇异果切丁之后 加点橄榄油先拌过 那拌完橄榄油之后 因为油漬的方式 它会出水 出水没关系 这时候你再加入少许的 所谓我们的那个梅子醋 梅子醋 对 梅子醋 然后少许的盐巴 然后少许的黑胡椒就可以了 还加黑胡椒 对 黑胡椒最主要是 但是它会在我们等一下 我们淋在我们这个 我们那个 不管我们做那个所谓的笋子也好 或汆烫的任何蔬菜 都可以用这样来搭配 对 那所以就是 一点点黑胡椒 它就是会很有那个胡椒香气 一点点就可以了 所以很多人都把那个奇异果 当水果吃 对 那你刚刚是把它入菜 对 我当作sauce 那这个不一定只是笋子 刚好是现在是笋子 那有时候我通常这种的 例如说是像有时候我汆烫好的那个 绿乳笋 乳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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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非常棒 对 那像尤其现在 接下来是白乳笋季节 这搭配白乳笋也很棒 那像这个很简单 我这样拌好之后 放在冰箱里面 两天之内都没问题 好棒 所以随时可以享用 那像这样 刚刚那个sauce淋下去之后 没有 然后我们再蘸 我们樱花香又来了 对啊 简单 百用樱花香 对啊 你看 很方便 樱花香我自己要 就把它烤好了以后 对 烤好之后 冰在冰箱里 要煮个丝瓜 炒个饭 炒个面 煮面加一点蝦蝦椒 另外一道 我是做甜点 也可以变甜点 对 有时候我们常常 会有隔夜饭 隔夜饭留下来 不要多加个新鲜的牛奶 早上我们喝剩牛奶 没关系 加隔夜饭跟牛奶慢慢煮 煮到透 米会透的时候 再拿果汁机 我们打匀 打匀之后 加少许的蜂蜜 放到冰箱里面 就是这样子 真的 这个叫什么 米烙吗 米布丁 米布丁 太棒了 那我们将我们米布丁 上面切一点我们简单的 那个黄的奇异果 黄奇异果就可以了 那刚刚我们有谈到梅 就是我会觉得蓝莓 是一个非常棒的食材 那蓝莓的话 我今天是用蓝莓跟蜂蜜 做的一个sauce 首先我们就 拿我们的蓝莓 我这种蓝莓市售 买回来之后 稍微用盐 泡 盐水泡一下之后 再把盐水洗净之后 再用干部擦拭干净 好 那你想要多少蓝莓都没关系 你洗 稍微这样压碎 压碎之后 这个蓝莓它会有汁会出来 这种蜜酱很方便 就是只要用蜂蜜 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蜂蜜可以多一点没关系 我的话是 直接就把它泡起来之后 就泡在蜂蜜罐 放在冰箱里面 所以是要用拿出来倒 那这边准备的这种蜂蜜 比较好的 那你就像这样子 稍微这样拌匀 拌匀之后 其实你不用担心它会坏掉 其实蜂蜜它会保存住它 把我们的罐子收好 它就可以放个 两周三周都没问题 那稍微拌匀一下 让那个里面的那个酸出来 然后等一下再搭配我们这个甜点 一起直接品尝 OK 奇异果也非常有趣 他们就说跟番茄一样 有人说那个番茄的皮 它茄红素是里面的三倍 那很多人就说奇异果也是 所以要连皮吃 来...两位怎么样 我以前多年前 二十年前的时候 那个我同事说 那个是不是连皮吃好 我以为贩子所有的水果 我说是连皮吃越好 结果我同事 我这二十年后后来我们 他变我们的工作 那是实习生的时候 后来变我们同事 我后来惊讶说 你怎么连皮吃奇异果皮 我很惊讶 我说别的奇异果皮 你怎么吃得下去 他说当年我说的 可是我没有想到 它是指奇异果 那后来才没有隔到半个月 就发现日本人就有连皮吃 对 澳洲人听说是连皮吃的 在国外都连皮吃 他意思是说 他OK 他慢慢嚼 在国外都连皮吃 对 我到现在 还没有克服这个障碍 我想请问大家 那小郭师傅 如果你要连皮吃 听说日本人都连皮吃 怎么吃 可是在日本人在吃这个皮之前 他会先稍微微烤 他就有那种火腔 稍微把外面毛稍微烧掉之后 再把它剥干净 再去切片一起吃 那切片的时候 他是稍微烤一下外面那个毛 上面毛毛有没有 烤一下他会完全掉光 掉光之后 就是会露出一个 有没有种青色透明的 一个皮的部分 那这个皮的部分呢 他就会直接这样切片 直接搭着 其实有时候在日本的那个 饭店的早餐 他也是都是连着皮一起切 连着皮一起切 对 来 传过去 来 品尝一下 等一下可以搭配下 这是 下面牛奶煮的 黃色奇异果米布丁 我们就是用 白米 隔夜饭 白米饭 跟那个牛奶 用调理机打完了以后 加入糖 跟糖一起煮的 还是 一点点糖 一点点糖 煮那个牛奶的时候 加一点点糖煮 那如果不加糖 你加后面的时候 煮到放凉的时候 加蜂蜜也可以 然后我们就把奇异果 放在上面 其实我非常喜欢奇异果的原因 是因为 我觉得奇异果 它不太甜 然后刚刚讲CP值很高 那有的人就是说 好像你吃甜的水果 吃太多不好 大家觉得怎么样 很棒啊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我第一次吃到布丁里面 还有米 真的是风味很特别 因为外面布丁很多 如果是用蛋凝固的话 它是也是不错 但有些都是用奇异滴片 对 是没有蛋 不需要有蛋 也不需要有牛奶 像这个的话 我都是完全只是用米 它本色的米 我觉得很Q 很好吃 很Q 我要来问问营养师 绿色的奇异果 营养价值高呢 还是黄色的黄金奇异果 营养价值高 更有缺点 整体来讲 因为绿色比较酸 所以你可以想见 它维他命C是 维他命A是 含量比较高的 好 那黄色的话 其实维他命E比较高 维他命E比较高 相对高 可是整体来讲 它维他命E的含量 是高过其他水果的 维生素C也是 也是数一数二的 所以我说 新品质很高 另外番茄也是 现在台湾番茄是盛采嘛 所以其实我觉得 利用番茄啦 奇异果这类食物 还蛮划算的 还有哪些 吃了会让人开心的食物呢 待会我们要继续告诉你 除了颧骨类 深色蔬菜 还有水果之外 还有哪一类食物 是快乐食物呢 还有夏天吃冰 很多人觉得很快乐 那怎么吃才健康 才有营养 我们要继续讨论 小郭刚刚就选了核桃 你为什么选核桃是快乐食物 以前我在 因为我很喜欢下棋 那我在学校奇异社 我们都固定在 下棋的时候我们都会吃核桃 老师叫我们要吃核桃 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我们在一边吃核桃 过程中我们会 吃核桃是很能够补足 我们脑力在运作的一个 是 一个食物这样子 那后来进而 我在做日本料理的时候 发现核桃是一个 非常营养又好的东西 对男孩子非常的好 对 那 你笑得很贼 男孩子好不好在哪里 趕快说 我相信 回去吃了你们大概就知道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个体力 各方面就会差很多 好 来 我们的香齐 你觉得它的那个秘密在哪里 其实核桃 它有很丰富很丰富的Omega 3 对 那这个是其实我们在抑制建脑 都非常需要包括我们的全身 所有的细胞 其实都很需要这种的 所谓的必须脂肪酸 我们刚刚说奇异果有维生素E 那其实这个就是维生素E很多 对 坚果维生素E 基本上我们的这个坚果类 是放在油脂类 在过去的饮食指南 我们比较少提到坚果 可是这次我们特别把它提出来 那我们每一天主张 也要一汤匙的这个坚果类 因为坚果类是属于油脂类 也就是说它油脂相当高的 所以不能多 不能吃太多 对 一天一汤匙就好 对 你也拥护坚果吧 我非常拥护 因为尤其吃素的人 你会发现它的蛋白质跟脂肪偏低 那一旦偏低之后呢 它会引申一系列的问题 那所以这个坚果是素的嘛 所以对吃素的人来而言的话 我觉得坚果类可能会 可以容许多一点 然后你蛋白质缺乏的时候 那问题一大堆 血清素是蛋白质来的 还有很多的荷尔蒙 包括我们的那些 你知道我们的神经 它外面要包成一层 叫水翘 它是用什么包呢 是用蛋白质跟脂肪 是 那坚果里面最丰富的 就是这两个东西 还有很丰富的矿物质 矿物质也很多 总之坚果非常好 吃了以后呢 对全身的运作 包括我们身体的一些构造 都有很好的帮助 特别对性血管 所以糖尿病人也可以吃 只不过刚刚就说 分量 我每次都跟人家说 吃这样子一小把 我是想手心这一小把 很多人就吃成这样一样 那就太多了 所以你今天要用核桃做一个什么 对 那我这个 这个是用核桃跟乌拉肥呢 还有简单的 加乌拉肥 你看多好 又加盖對不對 而且我做到 做到小点 有时候我们可能就回到家 想要吃点小东西的时候 可以做个简单的 或下午茶的时候可以配的 那其实我准备的东西很简单 是 麦芽糖 麦芽糖 对 麦芽糖 现在要去哪里买麦芽糖 麦芽糖 一般我们传统超市 你知道卖那个 麦糖的 麦芽 他们都有卖 麦芽糖 所以我在中药店也买过麦芽糖 中药店有分 麦芽糖有分紅麦芽糖 跟白麦芽糖 我现在看到颜色都比较 颜色比较深 对 颜色比较深 但是它在做麦芽的时候 时间 它用柴燒的部分 柴燒做的过程中 时间较久 那它也比较萃取在像 比较有那个香气 所以你要用红麦芽糖 红麦芽糖 白麦芽糖 其实都可以 都可以 那我们这边还准备二砂糖 二砂糖 那首先我们再买回来的 这个我们所谓的 堅果 不管 我们今天是刚好是用核桃 如果想要用其他夏威夷果 或每一种都可以 不一定只单用那个核桃来做 那核桃尽量可以选 它完整一点的 那现在接下来要烤 你要烤 烤要怎么烤才会好吃 有一个关键点 首先要分两次的温度下去烤 第一次温度一百度 一百度 一百度 一百度十分钟 第二次温度 一百五十度 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 对 为什么要先 让第一次温度透到中间去 它这样整个烤起来 才会平均温度 如果说没有分两次温度烤的话 这样烤出来只有外酥 里面没有熟 这样反而不好吃 对 不过我平常鼓励人家吃坚果 打精力糖的时候 我们都用生的 生的 它才可以保持 保持它油脂的原汤 对 所以我今天这比较妙 它就是生的状态下 但是我用所谓在热糖的时候 糖的热度让它熟透 是啊 对 所以就是生的那个 我们坚果准备好的时候 我们先煮糖 我们准备了 大概 这边大概是75到100cc的水 加上我们所谓的麦芽糖 大概是200克的麦芽糖 是 再加上我们少许的砂糖 先让它煮融 煮融之后呢 它会产生热糖水 热糖水会慢慢收 在煮的时候起泡 起泡的时候再加入我们的坚果 好 我们这是生坚果 我们讲核桃生的丢进去 稍微 因为它微热的状态下来 会慢慢熟那个坚果 熟的过程中 我再加入炒香的芝麻 跟烤过的芝麻 是 对 那直接拌完之后 就可以完成这道 那拌完之后 还热热的对 我要现在放凉 放凉的过程中 这核桃就熟了 因为用余温焖熟它 是 所以等一下这个我已经做好 我再分给各位品尝一下 好 太好了 在煮这个过程 还有一样最重要的东西 是 酱油 对 我正常问你 那边放了一个酱油 你一直没说 对 为什么要加酱油 因为只是单糖的话 它没办法回甘 是 利用酱油引它的甘味出来 那另外酱油的关键在于 遇到鱼 会产生鱼香 酱油鱼香 所以会产生这道是甜甜 又咸咸又很棒的香气 可是我有一个疑问 因为有人说 你如果又甜又咸的话 你的神经会有点错乱 他说其实对我们消化不好 其实不会 我觉得像有一种东西叫 譬如说举个例子 吃西瓜 为什么加一点盐 因为让我们舌头上的味觉 产生更进一步的享受 是 所以甜味会被引出来 那通常我们像这样的方式 就是以甜回甘 甘的味道是要靠咸甜而产生 最好的比意是三比一 三比一 对 就是那个甜三咸一 好 那你要分的时候呢 我就来打一个冰淇淋 我们刚刚说夏天吃冰非常快乐 可是吃冰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会外面有什么大肠菌 有色素啊 色素香料 对 有各种香料啊 问题很多 所以呢 我要用水果 原汁原味来打 刚刚我们有提到 香蕉是快乐的水果 对不对 因为它B6很多 然后它色胺酸 都有助于我们产生 那个血清素会快乐 所以有人他说 它真的是快乐的食物 然后鳳梨酵素很多 我们就把它切快 切成这样的大小 冷冻就好了 不用加任何东西 直接放到调理机里面 就可以打出非常好吃的冰淇淋 好 这个切丁的鳳梨 然后呢 有200克的香蕉 就打好了 你看 像花一样 打到这样子就是冰淇淋了 它已经乳化完成 它 原汁原味 不需要加油脂 也不需要加糖 什么都没有 所以其实只是冷冻过的水果 我觉得这是最放心 给孩子吃的冰的饮料 各种水果 那个比例 其实大家可以试试看 那芒果切丁了去打 更好吃 芒果 非常好吃 就是原汁原味的冰淇淋 如何 小郭师傅 我已经课完了 还有吗 通常我都用食物的原味 不加蜂蜜 不加糖 就是用它天然的甜味 就满甜了吗 非常好 试过小郭师傅的这个吗 来 试试 叫做核桃小女子 为什么叫小女子 在日本人的时候 这道小料理是 太太做给喝了酒回来的 丈夫吃的小菜 那个我们有一个动作 回来的时候 就是侍奉所谓的丈夫的时候 吃的小东西这样子 难道还要蹲下来这样子 没有 这以前的时候是这样子 那一道小料理这样子 所以它会有这样的取名这样 很有趣 小女子 也非常好吃 那我觉得今天各位做的每一道 都非常的棒 谢谢大家带来更好的资讯料理 谢谢